在山路陡峭崎岖的街阳桑浦山南路深处 生活着十三位麻风病康复者 她是灵珠奶奶 患上麻风病时 她不过五岁 年纪渐长 她慢慢知道自己不好看 丢脸 把自己关在房间内 平残纸做着针线手工 灵珠奶奶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这样的往事 她已说过不止一遍 她大概需要一生的时间 才能释放完精神重压 三十多年前 西坑村的麻风病老人就已经康复 如今 他们也像正常老人一样 散散步 聊聊天 再合伯和再要伯是村子里最好的好哥俩 闲来之时 再合伯就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再要伯坐在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她 再合伯因为麻风病造成了下肢的残疾 常年依靠轮椅 而再要伯就成了她的第二双腿 他们散步 像小孩子一样对着我的镜头痴痴地笑着 他们不幸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西坑村医院的医生们坚守岗位 七十多年来每天定时定点地来照看老人 自己自足种菜 做饭 芥兰 大蒜 白萝卜 菜园里的作物成了无儿无女老人们的伴 或许用不了二十年 麻风村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 但是风会记得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不幸地患病 却没人理解他们的不幸 他们孤独终老 也没人记得他们的孤独 所幸 社会卫生条件越来越好 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到了他们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广东接阳的一座深山里 盘上公路转了一圈又一圈 公路的尽头是一个小村落 刚走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棵葱绿的大榕树 看起来有上百的念头 这是一个特殊的村落 外人称之为西坑麻风村 实际上是接阳市西坑医院康复休养病区 它建立于1960年 由刚开始的600多名麻风病患者 到如今仅仅仅仅仅 ensemble 他们是这个村落最后一批村民 这位是靖雄伯 十几岁患上麻风病 病膜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热爱 他依然工作 养花旅游 这个用伊拉罐做成的吞龙树 是她在2021年春节时完成的 是专属于她的节日仪式感 虽然一生无子 至有相继去世 她依然努力活出自己的人生 如今她决定在麻风村安度晚年 这是春晨伯 15岁患病来到麻风村 麻风病夺走了她的十个手指头 但现在她坦然地接受了命运带来的磨难 她的生活和普通老人相差无几 平淡安稳 每天中午 单看完喜爱的电视剧后 她会下楼去买菜和肉 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餐 村子里有一大块菜地 是她的宝藏 番薯 生菜 蒜苗 应有尽有 春晨伯可以尽情地挑选 她喜爱的蔬菜作为午餐 规律的生活和硬朗的身体 我们在她的身上看到她对生命的敬畏 苦难不能让人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平淡的日子也会带有独特的声响 这是挂在在药博门口的牌子 相比金雄伯和春晨伯 在药博很特殊 十几岁患病 治疗过程中不得以双腿截肢 现在仅靠双手和拐杖行走 都说麻风病是风吹来的魔鬼 古老的疾病在渐渐消失 但在在药博的身上 替肤健骨的烙印将伴随她的一生 人生最美丽的日子被偷走 被病痛折磨了大半辈子 她的背后或许是一段不愿提及的岁月 这些年来政府的补贴 外界公益组织的奉献 都体现了这批曾经不幸的人们 没有被社会遗忘 时代的步伐再快 也会包容和关爱他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